好 往這邊走 它走到比較裡面 這個有技巧喔 新北市玩具銀行裡 工作人員頂著8日份 30度高溫 把二手玩具推進殘酷 他們都曾經是孩子的心愛寶貝 最近才剛拍電影 悲劇不斷地上演 它不斷地被購買 然後又被丟進 近三年來 玩具銀行每年收到 全台民眾捐贈二手玩具 達40公噸 開始開學 過年前更是爆料 過年前的時候 我們這邊是可以堆到 就是整個滿滿到天花板 當我們在一時衝動 這個集點取得這個公仔之後 可是其實它的功能性 是很低的 整理好的玩具 一年提供給320個機構單位 玩具窩 行動玩具車使用 發揮流通效益 不過並非每個物品 都能再被完整利用 現代化的玩具 腳踏車 生活用品 越來越多使用複合材質 一旦破舊 損壞 整組丟棄將嚴重污染環境 塑膜 塑膠我們條件 這個頤子用的就有 複合材質用的 就用 土層就温民 不然土層漢塑膠都放在滲滲裡面 像這個就是要把這個螺絲拆掉 不好拆 為什麼不好拆 因為這個種類很多啊 這個鐵都是卡錫卡錫的 把玻璃的拿去玻璃 然后铁的归铁的 塑胶的归塑胶 重新变成资源 不要变成垃圾 大家都是本着一个 就是说爱地球这种心情 在做这个工作 然而就算志工一星期七天不休息 拼命做自由回收 未来的玩具垃圾 却仍悄悄地在街头迅速蔓延 中华民国游戏协会 创会理事长林军英 在大学任教时 某日看到的一幕景象至今难忘 他拿了一个很大的塑胶带 跟垃圾袋一样这么大 里面全部都是娃娃 然后他带到课堂上来 在我上课之前 他就拼命地问同学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林军英打个比方 大台北地区有一万台娃娃机 若每台机器放20只公仔 每天轮替补货 人们享受抓娃娃的 反战乐趣之后 战利品很可能被打入冷宫 每年产生高达上百公顿垃圾 其实最后还是走到了 焚化或掩埋的路 新北市板桥区巷弄里 老公寓一楼 是林军英的实验基地 他从2000年起 研究玩具资源再利用 是台湾首位主张 二手玩具系统分类的专家 它粗分类的部分大致上就是 它是不是破损 粗分类为可用与不可用 其中不可用又不能修 也无法成为零件的部件 再区分成三种材质标签 T1是自然材质 像是木头 金属 纸类 可直接进入资源回收系统 T2 T3分别为塑胶 复合材料 或含有电路板 重金属等构造的玩具 属于焚化和掩埋成本更高的垃圾 政府可向玩具厂商收取处理费 刺激志工 林军英 玩具银行 他们的努力朝向相同目标 就是挖框心思 让二手玩具生命得以延续 减少消耗地球资源 为环保尽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